MING PAO TORONTO 今天來到位於旺角XXR期的這間貓爪烤肉 試試這裏的烤肉 當我們踏入這個貓爪烤肉的時候 你就會留意到到處都是充滿貓主題的圖畫、燈色之類的東西 店面非常光亮和乾淨令人覺得很舒服 店家亦非常貼心 有一張紙告訴你每一種肉燒烤的方法和時間 大家煮的時候就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當然少不了各種用來吃烤肉的醬汁 而大家只要掃桌頭這個QR Code 就可以成為會員 還有不同的優惠 還可以吃烤肉燒烤肉 事不宜遲 我開餐 其實我自己覺得 這間的性價比其實都非常之高 譬如那個拼盤 其實就298 會員價298 就算是308 但你會看到 那裡其實每樣東西都很足料 還有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很新鮮的 真的很新鮮 吃下去 你完全不覺得有任何一些 不新鮮的 或者雪味 其實是沒有的 全部都是很嫩滑 那些雞又等等 全部都很棒 譬如那些肉片那些 那些 你烤完之後 其實全部都很軟 不會說 嘩 烤完之後乾燥燥 這樣 非常之好 另外其實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它那個泡椒肥牛 那它那個調味 其實都真的 都幾夠辣的 所以你 烤完之後 一入口那一下 嘩 非常之精彩 其實我自己就 不是說真的吃得很辣 但是它泡椒那種 比較風味一點點的感覺 我自己很喜歡吃 那至於那個洋蔥牛小粒 那那個牛小粒 其實就 都幾軟的 就算你烤完都好 其實有幾粒 都烤過了 那麵面 被我們烤到洞洞 裡面依然是很軟 很正的 也都很鮮味 不會說 完全沒有牛肉味 那樣 那個洋蔥 剪碎了 一起炒一炒 那麵面 就非常之香 那至於那個 拼盤裡面的 那個藤椒雞 和那個 那麵瓜 都是偏比較辣的 那麵 尤其是那個 那個藤椒雞 和那個 泡椒牛肉 你一烤起來的話 其實那個味 都幾噴的 我都打了幾個刻 吃了幾次給你看 那這個 如果大家不吃得辣 這個 真的要比較留意一下 好了 那至於甜品方面 大家有看到有兩個 就是這個 黑貓的雪花冰 和這個 貓爪焦糖布甸 那個 黑貓雪花冰 看到其實兩個的共通點 都是一個 貓爪的布甸 在這裡 其實它的味道 就 淡淡的 香香的 但確實是 什麼原料 我就不太清楚 即是吃不出個味 但是那個黑貓雪花冰 它特別在 周圍插滿了 OREO 另外 它本身是一個 椰汁的雪花冰 裡面還有紅豆 涼粉 另外你看到 它有一盒煉奶 給你淋下去 吃下去 基本上是 很香甜的椰子味 又有些紅豆 基本上你會覺得 其實它是一個 碗裝的 椰汁紅豆冰 我會覺得是 加上OREO 自己又吸收椰汁味 都蠻好味 因為我個人 其實我對OREO 一般的 但是 混合在一起 我覺得又OK 至於那個 焦糖布甸 一般 它應該都是 那些吉士布甸 其實吃下去 就甜甜香香 不是太突出 這間貓爪烤肉 我個人來說 都蠻推薦的 那如果大家來到旺角 想試一下 一些新的烤肉店的話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這一間 好,我們這條片 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comment、Like和Share 按旁邊的灰色鐘仔 那下次有新片 大家就知道了 好,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